首先,我要代表彭宏州马华来委会,感谢来自全鹏各地的马华代表同志,能够共同踊跃出席今天的代表大会。 我要代表彭宏州马华,热烈的欢迎,请去感谢总会长和不须,公司节交通部长,虽然在海盟中也能够足处把贵的时间,为我们大会主持开幕。 我同时也感谢来自全国的主委们,也能够出席今天早上的开幕主事。 各位中央领袖的历领,能使得我们大会增添了许多光彩,也能帮助马华赶到鼓舞,也为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,谢谢总会长,以及来自全国的中央领袖。 那么在此我们一起的掌声来掌声鼓舞,那么各位,一年入到大会非常有意义, 因为它也提供了一个交换意义的平台,让我们有机会讨论政府的市政、党务以及民生的课题,也检讨过去展望将来。 那么各位,大都市委总会长,在2008年中选,我党总会长后,也拥立了党面对政治冲击的方向与推测, 那就是拥政治、拥经济以及拥种族和谐的三拼计划。 那么在去年的308,政治海销之后,我党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,充定思统。 总会长所提供的三拼计划是非常不实意的,可以协助和党走出政治的阴霾。 那么各位,马华作为一个不责任的自政党,应该从政治出发,以宏观的视野以及全新的政治思维及决策,影响决策,制定努力全力的政策。 这是我们的政治使命,也是马华继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 那么最近教育部也同意直接拨款与华嫂同事部,以避免干扰事件的重演。 同时也检讨公共务务委员会讲学籍的分放,以及大学生录取制度等。 那么这就是拼政治的努力,让人民清楚看到国家政府的改革决心。 那么各位,在全球经济风暴冲击之下,我国依然受到不景气的影响。 我党总会长率领政商领袖,访问中国,以中国政府接下多项双边有利的条约,也取得风缩的成果,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拼政治的一环。 我国新任首相,它就是与那级,最近也宽访中国,也进一步地加强两国的关系,有力加速,恢复经济的成长。 首先也宣布许多利民的政策,包括开放27个服务领域,飞除30公司30%。 宣布许多利民的政策,批准中国银行,批准中国银行带往,在国国社会分行,也显示出大多税,风世杰,力拼政治已经带来的效果。 也证明大多税,那只是一位克力英明,国港有决心改革权力的文秀。 那么也根据最近的明条,人民对首相的支持已经间接地上升了。 那么既然当州普选的,马列入来州选区的成绩呢,也显示出有不少的选票已经回流国阵了。 那么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鼓励的。 那么各位,那么总会长丁种族和谐的目标, 以首相对纳吉倡议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,那么共谋而合。 这也是祝我们的决心,以名为本,名字所谓,藏在我心。 希望我们的国独立52年后,能真正地达到种族和谐,各族共同卸索创造繁荣,以及昌生的马来西亚。 那么各位,马拉彭州全体同志,也全力支持总会长,他都是为公司节副长。 那么最近公布发生反抖,自由贸易区报告书的决定。 也把真相公布于事,总会长为了正义,为了正义的透明化,不害怕任何的势力的阻挠。 那么我们一定要给总会长100%的支持。 我们也作为总会长最有潜力的副主,我要在此也对全国的马华同志们,那么在党面对困难的时候, 要必须抛弃成见。 不分彼此为了党以及华盛的利益呢,大家应该团结一致,支持党中央,支持一个马华。 那么因为一个团结稳定的马华,我们才有尊严,才会受到其他政党的尊敬,以及呢,获得华盛的支持与信任。 那么各位,黄黄州国际政府,在朱大臣和朱大臣和朱大臣和朱大臣的领导之下, 我们也为黄黄州带来很多很多的发展。 那么呢,也包括呢,东买案,经济走廊,最现代化的党机场。 全马最大的警察,数量准行,也提升关丹港口,以及关丹国际机场。 北根的安华盖发展气体及汽油工业,也包括医院以及公路等的基建获得提升。 那么这些的发展呢,也为我们本周的指引,也提,也增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,也带动了黄黄州的经济发展。 同时呢,黄黄州州政府,我们也其实也多年代也实施了独立的政策,也为州内不幸的一群提供了援助。 黄黄州,黄黄州也非常的出众教育。也通过,也要上班了,也为黄黄州的学生提供了奖学金,带学金以及助学金。 那么让学生们,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。那么也为了感激人民对州的贡献。那么政府,也在华人新年呢,也拍摆黄高于七十岁以上的乐临华裔人士。 那么这些助教方面呢,各位,那么州政府最近也被任何华裔担任非回教事务成员,也专门处理州内非回教的事务。 那么这些年来,也成功地解决我们州内多项的庙部以及教堂主地的拥有权的问题。 黄黄州州政府不实的政策呢,也完全夺了首相参考的以民为绩效以及为终的理念。 那么各位,308全国大首后呢,我国的政治局势呢,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。 国家民主体制呢,也演示了两限制。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。